今天是5月6号 今天如果是您的生日 或者是您的家人的朋友的生日 我祝您生日快乐 祝您的家人朋友生日快乐 您知道历史上世界上最早的邮票 是哪天发行的吗 就是5月6号啊 1840年5月6号 英国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 叫黑辩识邮票 这个邮票上印的什么东西 印的是维多莱亚女王的浮雕像 因为每张面值一辩识嘛 所以别人把它叫做黑辩识邮票 邮票的发明者 是英国教授罗兰西尔 后来这个人担任过英国的邮政大臣 1919年的5月6号 北京中学学生联合会成立 告诉各位 这个联合会成立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五四学潮开始扩大的全国 光是大学生闹不起来的 中学生忏忽 光中学生拆货也不行 要市民工人一起上街 这学潮才能弄起来 1922年5月6号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圆满结束 劳工神圣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借机的先锋队 从一开始就是明确这一条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候 召开一个全国的劳动大会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主要标志在 他对劳动者持什么样的态度 当时这个大会是在广州开的 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 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 罢工援助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 还有一堆其他的决议案 大会决定在全总成立之前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1950年的5月6号 咱们国家最早的民族自治县 天柱自治区 这个自治区是县级的自治区 现在大概是改名了 是在这一天成立的 1967年的5月6号 香港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事件 叫做六七暴动 当时香港有一个浇花厂 就橡胶的浇花厂 有100多个工人举行集会 抗疫次方呢 你把这些人解雇了 我们吃饭怎么办 结果呢 工人和警察就发生了冲突 结果就引发了 香港市民对抗港英政府的暴动 暴动到10月份才结束 一共死了50多个人 800多人受伤 1000多人将近2000人被检控 死亡人数仅次于1956年的双十暴动 六七暴动是香港发展的分水岭 间接促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 大家都知道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 香港市民才有了上街游行等等的权利 在港英政府统治事情上街上街就抓 100多个人在门口说我们你把我们辞了不行 我们要工作要不您的补偿就这么点事他能杀你一堆人 英国人对于香港的统治是相当残暴的 但是当他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他有了这种言论自由权 有了这种示威游行的权利之后他反过来说你不民主 有人打乱呗1971年5月6号咱们国家和圣玛利诺正式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1950年的5月6号国际有人史莫特来逝世史莫特来啊他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8年来到中国之后结识了鲁迅先生宋庆林矛盾等许得中国的进步人士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从此史莫特来这个美国记者他和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紧紧联系在一起 他写的一本书叫中国红军在前进还有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命运还有一本书叫中国反攻了另外还有一本也比较有名叫中国之战歌写过很多专注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但是他的知名度没有爱德加斯诺的知名度更高其实他是最早写中国工农红军的在生命的最后20年里史莫特来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当中1950年 5月11号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致电美国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对史莫特来的逝世表示哀悼 1951年5月6号史莫特来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遵照他的遗嘱 史莫特来的骨灰葬在了中国 1995年的5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新国的战略 当时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新国战略 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咱们国家现在实际情况做出的重大部署 科教新国战略就是把科技教育进步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是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性的措施 1982年的5月6号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多一 邓小平向他介绍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他说我们现在呀正一心一意搞建设 争取经济有较快的发展 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均来计算只有250到260美元 中国的人口多呀 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100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1000亿美元 人多又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 目前中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 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这些政策现在已经开始有些效果 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 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 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 所以我们决定实行开放政策 另一方面仍然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主要靠自己建国奋斗 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 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 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 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搞工业啊规模也不要太大可以搞些小型项目 根据我们的经验 步子不能卖的太快 步子不能卖的太急 过去我们搞的太急 发生了一些错误 我们把这叫做左的错误 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 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 还要靠量力而行这个原则 我们都知道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 大量的是在实际演员当中 不断的总结提炼出来的 很多是老百姓的创造 小平同志加以肯定 首先邓小平理论最重要的是实践理性 很多理论观点是一点点提炼而来的 小平理论概括为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是吧 中心是什么 经济建设为中心 基本点改革开放 另外一个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今天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讲的不够多了 但是如果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拿掉 只剩下改革开放 告诉你那不是邓小平理论 那是被阳割了之后的邓小平的理论 再一次祝5月6号过生日的朋友 生日快乐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再见